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 日本 由這個月中起 就以實驗性質地扮演小型旅行團 招待外國遊客 之前曾經有限制 例如那個月可能是一萬人入境 那個月還是那天 應該是一個月了 我想一天都會有一萬人入境 之後就說放寬至兩萬人 我認為 其實 日本現在的情況也是一個白老鼠的性質 大家 在很嚴格的規定之下 入境 而且不是自由行 只能夠跟團 實驗性的觀光團 星期一就發生了事故 有一團人 在大婚院 其中一個旅客確診了 觀光廳即時宣布 終止這個旅客所屬的觀光團活動 糟糕了 慘了 一人確診 全村 都是遭殃 日本媒體報導 患者 和三個旅客 參加了五日四夜的觀光團 上星期五 由泰國底突風光 星期日 29日到大婚院 原定在院裏遊覽 別府 觀光地點 但是星期一早上 患者就向導遊表示身體不適 感到喉嚨痛 接受檢測 最後 確診感染了武漢肺炎 送到療養設施的隔離 之後另外三個人 沒有出現症狀 不過仍然是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也要隔離 患者 在入境時候檢測 是顯示沒事的 不知道源頭在哪 除了患者的觀光團之外 另外15組 50個遊客的觀光團 仍然就按這個行程 繼續活動 但是同團就慘了 我們會看到這類的團 基本上真的是白老鼠團 只要有一個人感染 就出事 你看看日子 他在27日 就要入境 30日其實快要離開了 但是 但是 29日 去到福郭 去到大昏月 然後 臨走的時候 5天4夜而已 快要離開了 還有兩天而已 兩天都等不到 就說不舒服 他究竟在哪裏惹回來了 他在哪裏惹回來了 當然是很大件事 原因就是他入境的時候他沒事 會不會就在 機場上感染呢 因為上機的時候要做這些Task 上機的時候沒事 入境的時候 也有檢測沒事 會不會有 也有可能在 飛機上面感染到 飛機上面感染到 然後帶到病毒 即時檢測不到 可能過兩天才發作 亦有可能 他就不是飛機 而是去到日本 才會生氣 這個團 其實 相對沒有那麼慘 因為只有三、四個而已 一個患者和三個女客 四個人一團 另外15組 我估計他有不同的團 分開行動 幸好就是分開而已 如果你說 幾十個人一團 就慘了 全部人一起隔離 這真是麻煩 這些團 收費不便宜 這個團 從泰國到福光 我們看到其實香港也有類似這樣的團 他們推出 45,000元 去日本玩一個星期 然後回到香港要隔離7天 即是說 你出一門去日本玩 就要14天 最少 45,000元 其實是三萬多元 就是日本 這幾天團的團費 其實價錢已經很貴了 為到7,000元一天 加上 回來那7天 還要住隔離酒店 所以要4萬5元一團 當是 隔離那裏當5元 日本那裏當3萬元 其實玩不到7天 幾千元一天 玩五六天 幾千元一天 成本已經很高了 很多人覺得 始終很久沒有去日本 想去玩 問題 你想去日本玩 現在日本 不想你來玩 那麼嚴格的措施 人家入境的時候沒事 去到你那裏 很明顯在你那裏 你有人來隔離 那麼究竟怎麼辦 還會不會旅行呢 現在這個算是幸運的 如果不幸運的人一進去就糟糕了 如果在日本糟糕了 通常都不會即時有病 很明顯 他是玩了兩天之後才會出事 即是說 在當地 說真的 日本現在也還有很多確診病例 就算沒有在日本 每個地方也還有 好像英國 雖然他不公佈 現在每天有多少人數 但也好像每天有幾千人感染 現在在外國 完完全全就當你是普通感冒 沒了到的了 所以 我覺得日本這樣做 基本上他還是未放心 當然泰國也是類似的 他也是很嚴格 又說要買保險 又說要打針 我覺得 在這類國家還是覺得 還未開放 當然台灣每天有10萬8萬感染 當然不可以開放 當然很緊張 但是 我們現在人身處英國 其實英國 你出到街 完完全全是正常社會來的 沒有肺炎的存在 已經在英國沒有了 沒有確診 沒有肺炎存在 還有人確診 其實你已經當是感冒 根本沒有人會重視 而且英國已經是把所有的防疫措施取消 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不用戴口罩 去飛機 當然 現在去歐洲很多地方 也不用打針 也不用戴口罩 也不用做Taxe 甚麼都不需要 入境美國是要的 美國還是需要的 但是歐洲 已經基本上做到 接近全面開放 我們會看到外國人 對待這種病毒 人們在一種比較科學的態度 起碼 你知道原來這個病就算感染到 不是甚麼一回事 不是甚麼大不了 沒有甚麼大不了 當是感冒而已 傷風感冒 有些可能 傷風感冒會後龍痛 有些可能會痛苦 辛苦一點 有些完全沒有症狀 可能已經中了三次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 現在我們看到 亞洲 或者歐洲 對於這個病毒 那個 看法完全是 南沿北撤的 基本上 你們有醫生 你們有實驗室 你們測試一下那個確診的病人 他的毒性有多強 你就可以因應他 開放你的旅遊 或是 重啟你的國家的生意 或是其他的業務 難道永遠遠遠封關嗎 大陸就是沒有任何的科學常識 也沒有任何的 基本的知識 究竟那件事相不相 你如果做一件成本很高的事 去危害經濟 甚至封關封城 甚麼都不做 而那件事其實只是傷風感冒 這樣 是不是一個很愚蠢的政府呢 我們其實 正正看到了 一個很愚蠢的中國政府 當然也還有很多很愚蠢的亞洲政府 歐洲已經開放了 歐洲 很簡單 你們有醫生嘛 你們本身有實驗室 有很多科學家 測試一下病毒 大規模的感染 多少人感染 如果是傷風感冒 多少人感染 也不可以當是一回事 根本就是很小的事 什麼叫天下本無事容人自擾之呢 就是現在中國政府正在做的事 容人自擾 日本 我覺得他也是接近容人自擾的 以你的人口 你的確診數字其實不算很高啊 你多過台灣那麼多人口 但是 確診數字台灣比你更多 台灣也不像你那麼害怕 我認為 其實 真真正正的 你就要射一下病毒 真的是很糟糕的 會死人的 你就需要做一些防疫措施 既然病毒跟雙方那麼一樣 究竟有甚麼問題呢 有甚麼需要呢 給幾萬人 去隔離自己 一去到 幸好玩兩天 幸好玩兩天 即時就隔離 那怎麼辦呢 你想想 花幾萬人 坐十幾天隔離牢 那裏要隔離幾天 回香港又要隔離幾天 人家還當你是大菌者的看待 有甚麼違反 沒有必要的 千萬不要 我就一定不肯了 如果現在這個環境 即是說 日本 除非他完完全全開放 沒有任何防疫措施 不然 我也不建議大家去 因為 沒有理由貼錢買爛售的 隔離14人 你以為很開心嗎 而且 自己付錢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就說到這裡